活动举办过程当中有一些缺失 不管是进场动线的规划 或者是场内 包括漏水的问题 那我们第一时间也即刻要求远雄 做紧急的处理 所以他们相关座位的升级给予补偿 还有第一时间都要清楚的说明 另外 其实进场动线 我在第一天活动之前 也特别先到大专业周边视察 整个交通的状况 那当天也就发现 整个进场动线规划 并不是非常的完善 所以也要求主办方在隔天一定要做改进 所以昨天第二天的赛事 我们看到整个进场动线 相较第一天来比较顺畅 那当然整个散场的车流人流疏散 包括我们跟捷律公司 还有交通局在事前上半推演也都进行 所以整个人潮疏散的速度 也在我们的预期当中 所以台北大巨弹 它是一个BOT案 那远凶已经在进行后续的营运 以及售票的活动 那台北政府的角色 就会持续的给予各项的协助 并且监督 而且会要求未来活动主办方 以及远凶要落实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召集跨局处做一个总检讨 加上过去这两天包括主办方还有远凶他们所发现各项缺失 我们一定会严格要求 该改善就要改善 跟大家正式宣布我们都跟所设出的第八件 也就是针对海沙屋 我们575的专案 我想大家都知道台北市我们老旧建物非常多 超过30年以上建物占了72% 再加上现在极端气候地震等等 我想我们讨论的不再只是说 特别是市民居住的舒适 整体市容的改善 更重要是居住的安全 大家所知道的海沙屋 不管是平常可能会建物有劣损 或者是天花板水泥块 无预警的掉落 甚至阳台围离坠落等等 不只是对住户甚至行人的安全 都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推出575这个专案 它有一个很好记的口诀 就是海沙屋575 然后就是列管我就管 然后过半就进场 列管我就帮过半就进场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只要是目前我们列管的海沙屋 就是必须要进行拆除重建的 那所有权过半50%的同意 我们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即刻的进场 政府来协助开始试算 不管是建物财物 然后办理说明会 那同时我们也会做议员的调查 所以第二阶段如果因为调查超过75% 我们就会公开评选实质者 然后进入第三阶段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 会有非常多海沙屋 透过575的专案 能够加速整个改建的程序 那目前我们了解 已经列管 而且符合资格的 就有33案 所以未来我们575专案 一旦正式实施上路 就会有33案是可以试用的 感谢观看